工商時報這回很榮幸在這裡辦第一屆的數位金融獎 由工商時報主辦的第一屆數位金融獎 七號盛大舉行頒獎典禮 本次活動吸引國內外金融業參加 匯集超過200項的產品和服務 一起繳出金子獎的最高榮譽 今晚會主委黃天睦也到場致辭 感謝工商時報設立這場活動 在今天工商時報數位金融獎 把數位金融在整個發展過程中 可能會發生哪些問題 透過不同的獎項的安排 去呈現出大家要注意哪些面向 另外在典禮現場 評審團雲集一堂 透過各自的實務經驗 和在數位金融領域上的專業 決選出獲獎名單 工商時報總編輯梁寶華也表示 在20個共同主辦單位的協力支援下 才能有這次高規格的評審陣容 在金融的一些指導之下 我們把這個活動的規格拉得非常高 那也就是在這些共同主辦單位的協助之下 所以我們才邀請到了非常強大的一個評審陣容 評審團總召集人劉登城也強調 新冠疫情影響之下更突顯出數位轉型的重要 往往危機也就是一種轉機 其中我們可以看到的樂見的轉機就是 疫情加速的數位革命的進程 今年在獎項中獨立開設金融科技新創公司推薦獎 鼓勵參賽業者推薦曾合作過優質的新創企業 透過這個獎項勉勉企業在Fintech上的努力 這些新創公司真的是太多 那我們就是請金融機構幫我們推薦 跟他們有合作的一些新創公司 所以由他們推薦本身第一個就是一個保證 第二個在這些推薦的作品裡面 我們又去篩選出更好的 Ground時報也將持續報導數位金融的最新發展 期待在這群Fintech領頭羊的引領下 能建立更完善的數位服務 Ground時報綜合報導